这个被抓进去的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呢 基本上就是会得到中纪委当面传达和私下的这个暗示 这都是习要抓你们 要干死你们 王杰书记对你们都是保护的啊 王杰书记在这个审案的期间还来看了你们一次 所以呢就说了要给你们待遇要提高啊 要给你们房间里都按上电视机 可以看看电视啊 放松一下 这个你看王杰书记还是很关心你们 你们就要感恩啊 然后这个都是习要杀了 你们要干了 要把你们抓全家抓起来 这都不是王杰书记的本意啊 都是一直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家家吧 应该都是都是会听过这句话 绝对都不会觉得陌生 今天你盖特了吗